0秒出手 分毫不差 太神奇了 这是一个两分球 压小减球 未知绝杀 平时球员在场上拼阵 球迷所看到的 都是他们经过 严苛训练出来的成果 可是休病日的时候 他们的生活会是如何安排 难道还是跟篮球脱不了关系吗 你的意味也是我们所好奇的 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马公众云李奇敏一窥就近 这里就是我休兵生活的第一站 重量训练中心这里 那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因为他们的教练都很专业 然后这里的器材跟一些设备 练习完后的泡水 冰水 热水都很完善 那我也觉得这边让我 恢复得非常地快 那今天要做什么呢 那就要看看我的训练师怎么对我 走吧 李奇敏在膝盖受伤之后 一直受伤事所苦 这两年出赛都不是很稳定 在学长的介绍之下 他也特别找了私人教练 进行一对一的自主激励训练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回 过去健康出赛的状态 那主要是会以当校全员 他需要的一些能力 譬如说像他刚开始来 活动度不足的话 我们就会先帮他拔开活动度这样 然后再次稳定性不足 我们就会先启动他的稳定性 然后让到后面的主刻表会 比较好做这样子 对 来吧 OK 上 屁股再往后推多一点 膝盖外展多一点 二 走 对 很好 三 屁股往后 起初他刚开始来的时候 膝盖能力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刚开始在建立的时候 是他建立他一些缓冲能力 然后跟刹车 还有转折方向能力 对 就是强化他 避免他膝盖再次受伤 那我们做深蹲的话 主要是让他的肌力可以再拉高 去保护他要做这些能力的时候 就是他肌肉够强 他才能做刹车跟转折方向 变化的一些能力 他前面几组都会是 比较轻的附和 让你肌肉赶快醒起来 不会等一下用力的时候会拉伤什么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 还蛮轻的 还蛮轻松的 但后来他一做下去之后 我就想想骂他 但是还是忍下去 因为这次对比赛会有帮助这样 好 来 休息一下 我会去跟他讨论说 我哪里可以加强一点 然后他也会帮我设量 我哪里有不足 然后去设计课表这样 全身 然后全身都会啊 对 然后有一小时增加肌力 那左脚就是补强啊 因为左脚就不要 负担会很大 因为会有带长的作用 那希望左脚也不要因为这样 然后太疲劳 没力 然后又受伤 那吧 五下啊 漂亮后面 然后外展 走 对 漂亮 二 OK 屁股再往后推多一点 这时候就问自己说 为什么要当心动人 就是这样 还可以搞得这样 刚刚垃圾什么就觉得 今天可不可以休息 调整一下 只要一想要休息 会有那种心态就会懒惰 懒惰就 就是自己也觉得自己 需要人家到后面一直督促你说 因为附近的路真的太长了 真的太累了 那真的要有人去 跟你讲说你该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的时候 你比较有那个动力 会真的去做这样 蓝色的还好 对 换颜色的就 他骗人喔 他骗人喔 会骗人 就说再一下 再一组 很快没了 最后一组 不会加重 今天不会 你今天 然后后来就说 你今天状况 蛮好的 那再加一点 加一点 加一点 再多一下 少一下 多一下 少一下 总安全说 杠狗在心里 那是他的说法 对 我们基本上 不会这样子乱加 对 因为我们会 保护球员比较多 那是因为他 现在处在疲劳 所以那个 讲话不太清楚 好热喔 他一直表现都不错 对啊 还蛮为自己 就是负责的这样 那强度基本上会维持 不然他回到场上 如果强度调低的话 他回到场上 反而强度不在的话 他在场上的对抗能力 会变差 我很常去拉道啊 或是膝盖不舒服啊 或是膝盖不舒服啊 很多是因为练一练之后 肌肉没有把它放开 对啊 肌肉太紧就很容易受伤 阿光他们的贴心是 我只好每次比完赛 或是练完棋 或是我今天重量完 隔天他就问我说 昨天练完今天状况 肌肉有什么感觉 然后他就做一些重量的调整 课程的调整 跟安排 然后问说你今天练习的状况怎么样 特别美丽或特别不舒服的 那个角度什么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 然后再去跟医生讲说 三方这样沟通 然后看怎样可以比较好 然后再去跟教练讲说 我现在状况怎么样 所以教练才会很 很放心的让我来 自己做自己的训练 然后我也会在场上 本来先回来给他们看这样 希望我爸妈不要看到这一集 都哭了 原来球员在比完赛之后休兵日 并不是轻松歉意地在家休息 反而是更加刻苦地继续休息 但可别以为球员放假后的安排 就只是这样而已 下次我们还要带大家来看 更痛不欲深的复健过程 麻功让人比其理 休兵日的贴身直级 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